哈喽哈喽,我是他讲 他讲默默的打开了频道会员功能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加入频道会员 看更多会员福利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 为什么日本动画在世界拥有超人气 但日本的电影或是日剧 却没有办法像这几年的韩国一样 打开全球市场呢 日本动画如何享誉国际 想必已经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 在日本创下了影史奇迹 成为了史上最卖座电影 而在台湾 他也写下了动画电影史上最高票房记录 甚至在美国 他也创下了外语电影首映票房第一高 成为美国首映外语片冠军 吉普利工作室 新海城导演 降普系列的海贼湾《婚姻忍者》 这些日本动画不只在亚洲 而是以全世界规模深入大家心中 如果我们去看日本动画协会的产业报告书 就可以发现 2019年日本动画产业规模达到2兆5000亿日元 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成长趋势 在这样的日本动画产业的对比之下 日本的真人电影 甚至是日剧 以国际规模去看的话 就显得落小多了 按照惯例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请你在三秒之内举出这一年内你看过的三部 韩国的影视作品 3 2 1 是不是毫无困难就可以完成作答呢 那我们把题目换一下 请你在三秒之内举出这一年内你看过的三部 日本的影视作品 大家有顺利想出来吗 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分享给我知道好吗 其实呢 日本的产业经济省早就有发现这个问题 2019年6月 日本政府召开了电影产业的未来检讨会 报告书中就直接写明 日本电影产业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没有成功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的影视到底是差在人家哪里 为什么就是开拓不了呢 又或者说 为什么日本动漫可以 日本影视就不行呢 有些人说 都是日本政府策略失败 也有人说 日本连影视产业都喜欢搞锁国 缺乏那种跟人家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狼性 这里头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 那就是 日本影视上不了国际舞台 日本的电视台 难辞其咎 怎么会这么说呢 首先 大家平时如果有在看日本电影的话 可以注意一下最后的片尾名单 有非常大的几率 制作群里会出现日本各大电视台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拿历代日本电影票房排行榜 去掉动画电影来看的话 从上往下看 大搜查线电影 南极物语 紫猫物语 菜鸟总动员毕业决战 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 Hero 海原3 流星花园 不难发现 大部分日本电影的制作背后 都是有着日本各大电视台的参与 当然日志也是一样 制作和著作权的部分 都是由各大电视台掌握 那又怎么样吗 影视的制作有电视台的参与 不是很正常吗 虽然逻辑上听起来很合理 但就日本来说 电视台的过度参与 正是日本影视走向国际舞台道路的绊脚石 其实日本的电视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就开始有在参与电影的制作 其中又以富士电视台最发光发热 1983年两只狗狗在南极大陆上走失 一年后再次与南极观测队员相遇的电影 南极物语冲出高人气 成为了当时日本影史上最卖作电影 但是卖作的背后也有一些声音说 南极物语会这么卖 都是因为富士电视台在自己旗下频道疯狂宣传 不停的让两只明星狗狗商节目 富士电视台这么做 根本就是把供器私用 把国家的广电系统当成自家商品宣传管道 不过这个时期 电视台推出的电影都是全新剧文的单片电影 1998年已经对靠电影赚钱很有心得的富士电视台 首次尝试将日剧衍生成剧场版在电影院上映 那就是当时红片大街小巷的大搜查线 当时要推出之前 其他电视台都不怎么看好 大家都觉得 日剧这种东西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看不用钱的 民众怎么可能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呢 结果想当然的 电影变成了大热门 造成了社会现象 大搜查线剧场版2 直到今天 一直都还是稳居于日本影史上最卖作 真人国产电影第一名的宝座 这次的成功让其他在旁边看的电视台们口水流了一地 纷纷摩拳擦掌 参入电影制作事业 日本电视台有死亡笔记本 20世纪少年 OS幸福的三定幕 TBS电视台有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 现在很想见你 日本沉默 昭日电视台有圈套剧场版 香棒剧场版 男人们的大和 每个电视台都自己制作符合日本观众口味的电影 用自家频道大为宣传 然后去一堆粉赚一大笔钱 这样的做法也将当时在日本 欧美电影比国产电影强的状况整个翻转过来 变成了国产电影至上 电视台万岁的情况 日本电影业界的资源经过这十几年 都掌握在了电视台们手里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国产电影受国民欢迎根本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吧 确实是这样没错 不过呢 时代在进化 影视娱乐市场已经全球化 文化的输出也变成了国家规模的事业 有来日本玩过的朋友可能就知道 日本的电视台不像台湾 一打开可能有一百多台可以看 它就只有那么几台而已 再加上现有的电视台 与日本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所以就算有企业想要办一个新的电视台 执照也办不下来 这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这几个现有的电视台 无条件作用一亿两千万的观众 他们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场环境中 只需要考虑跟为数不多的对手 竞争一下国内的收视率 拍几个日本国民会喜欢的作品 一年份的收益就差不多了 比起每天都需要面对全球规模生存竞争考验的其他产业 日本的电视台是比较接近于 处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经营环境中 半世纪处在这样的状况下 突然要他们去做出能够在世界上打出一片天 媲美韩国甚至是好莱坞的作品 对他们来说难度实在太高了 这几年来电视台们已经有了一套公式 来抓住日本国民的胃口 不管是有意无意 这套公式深深的影响到每部电影的制作 但是呢 这套针对日本人的公式 一出日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甚至会被认为是千篇一律 老调冲弹 自然国外的观众不会买仗 不仅仅是如此 电视台也缺乏想要征服世界的狼性 国内的一亿两千万人口就够我吃了 花预算费心思去挑战国外 风险太高了 不要吧 我们刚刚说 电视台过度的参与 正是日本影视走上国际舞台道路的绊脚石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层意思 通常各国的电影都是由制作公司独立制作 然后由发行商买下版权再往下发行给电影院或是卖乡国外 但日本这些电视台参与的电影 就算电视台只是出钱投资 实际拍摄是发给其他制作公司做 电视台也会以依照惯例为由 将著作权紧紧捏在手里干涉内容的制作 并且要求机会上必须写名 电影完成后的贩卖窗口由电视台完全独占 也就是说电影的内容跟电影的贩卖实际上都是由电视台在背后操控的 业界专家就说啦 如果日本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 电影由制作公司独立制作 著作权和贩卖权都可以自由的运用 那也许日本电影在国际的状况会很不一样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日本电视台的社员手上握着神影少女的著作权 对身为制作公司的吉普立工作是指指点点 说内容要这样那样 要办这样的活动那样的活动来造势 那也许神影少女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以全世界规模快智人口的作品了 另外因为电视台整体的最大收益来源是广告嘛 所以比起能够带给观众的品质感动 他们更在意赞助商的心情 以及能够最直接影响收视率的艺人背后的经纪公司了 变成说在筹划电影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的把重心放在哪个偶像明星 最近是经纪公司的主打 那要怎么包装他在剧中的角色 怎么改写剧本才能拉到更多票房 本期频道会员福利会继续这个主题 分析为什么日本的动漫节目 明明起点也是在各个电视台 却可以跳脱电视台控制 成为可以走向全世界的优质作品 当我们在批评日本作品剧本无聊 演员演技差故事老生常谈的时候 我们其实更应该把眼光看向哪里 频道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转发给你的朋友 我们就下次见罗拜拜